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福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Unity課程 今天繼續來做黑魂復刻 我們先看前次的作品 跟大家說聲抱歉 我隔壁的房屋在 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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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鑽 鑽牆面鑽地板 我也不知道在鑽什麼 所以會有一點點差異請不要介意 我們前次已經可以三段攻擊了 第三段還會往前踩一點Root Motion 非常好 那現在有個問題 我們知道黑魂是雙手系統 左手跟右手都要能夠打人 都要能夠防禦 未來還會有雙 雙手投石持一隻大劍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目前很明顯 我們只完成了右手的攻擊 所以左手呢他目前不會有反應 不會動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簡單 直覺方式立刻讓他變成 左手攻擊系統呢 可以的真的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麼這件事情呢 既簡單效果又好 所以這種事情我們要多做對吧 那麼稍後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馬上把這條路徑上的動畫 立刻改成 左手攻擊動畫 這樣明白我要幹嘛嗎 OK Let's do it 我們先選中WhiteBot 然後為了讓你看清楚 我要加掛一隻刀在他手上 所以我們往下斬喔 這個路徑如果不熟的話 好來我帶你斬一次喔 這個Avatar的骨骼骨骼成績 第一次看到會覺得嚇一跳 用了大概五次之後就會得心應手 好我們來沿著WhiteBot 找到他右手的位置喔 好展開WhiteBot 然後在這邊 第一隻骨頭請看到屁股 Hips展開之後 有左大腿右大腿跟脊椎 我們再展開Spine脊椎 那麼Spine一共有三層 從Spine到Spine2 一共有三層 Spine2展開之後 你就到胸椎的位置了 到胸椎的位置了 再往下找到RightShoulder右肩膀位置喔 因為我們現在要在右手上方一隻大劍 小劍啦 RightShoulder再往前找到右上背 再找到右前背 右前背下面當然RightHands 這個就是我們要找到的點 你當然可以直接在搜尋光搜尋RightHands 那你就可以直接找到RightHands這個物件 我們再把它插插掉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這裡去了 附帶一提 就是搜尋框如果有任何字母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場景 所以如果未來你看到 什麼場景突然變灰 你不要緊張喔 這是因為你的搜尋框現在有東西在裡面 砍掉這個字圓就沒有問題了 有些數學者會碰到這個 然後金光失措 搞了兩個小時 還不知道為什麼變白 這是因為這裡有字 不小心打進去了 好 那我們找到RightHands 然後 再展開的話 會看到五隻手指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pinky ring thumb OK 我們直接在RightHands上按右鍵 造一個空物件 叮咚 那麼這空物件把它命名叫 WeaponHandle 5G控制點 WeaponHandle WeaponHandle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要巧妙的點選三圍軸 轉到從正Z軸的方式 往這個物件看過去 那麼這邊還有一個 試圖的切換 我們要從正交模式切到 這個正投影 這個Othogono模式 Othogono怎麼翻 水平投影 好 切到Othogono模式 那麼 你再拽這個方塊 把它拽到虎口的位置 在這裡 好 那麼 同時呢 切換到X軸再看一下 他是否在正中央 好 那麼 你可以反覆切換 觀察你現在 Handle擺放的位置 你也可以俯視下來看 喔 那基本上看兩軸就夠了 好 擺好擺穩之後 再切回 這個透視投影模式 透視投影模式 對 Othogono是正投影 Perspective是透視投影 比較少講中文 對不起 呃 好 那麼現在我們放一把 劍過來 可是因為我們 懶得用模型 我們先放個原住體就好 好吧 選中Weapon Handle 點右鍵 點選3D Object 我們放一個Cylinder下來 哇 有沒有搞錯啊 這應該是槌子吧 如果你現在去Play 應該會發生很有趣的事情 唉唷 這個 我打你唷 我這 我感覺好像棉花糖 呃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又研發了新的玩法 真是可喜可賀 不對不對 這個太過分了 來 我們按住LT就可以很快 以它為中心做懸繞 那麼我們按住R鍵就可以做縮放 R就是縮放 然後我們逐步的把它縮小 你要三軸一起縮的時候 又拽中間擺方塊 它就變小 變小 那麼你再往正Y的地方再拉就變長 變長 我們再縮小 再變長 反覆幾次之後 你就可以很好的把它調成一隻棒棒了 OK 呃 那有棒棒之後呢 這個棒棒現在是 呃 速的朝天空 這不對 我們用1鍵 快鍵1 然後按住Ctrl 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 放下來 放成水平的喔 OK 水平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棒棒往前推一點 OK 所以現在看起來它是一隻很厲害的鍵 那可能太長了 我們再反覆拽一下 好 那調好調穩之後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座標做精準 來 我們看到Cylinder Cylinder現在 XY的Position應該是0 我們只需要它的ZPosition 這樣才會比較漂亮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調它的位置 調它的這個 XY軸的位置的話 請你調Weapon Handle 請你調Weapon Handle 稍微再放下虎口一點 當然這隻 鍵是太大了 OK 好 那我認為我視覺上已經調完了 我play一下看一下是什麼狀況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 欸 有一隻棍子可以揮人 雖然不是很威猛喔 很像路邊剪刀的 而且長度還不是很長 好 那這足以演示我們左手右手動畫系統 那我被這干擾了 你先到旁邊去一點 好 怎麼樣將動畫作Miro 請看這裡喔 我們選中Ybar 看它的動畫攻擊器 看Attack圖層 在One Hand A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看右邊參數 哇 就在這裡 Miro有看到嗎 我們可以把它勾起來 那麼再次play 現在你低段攻擊將不會揮刀 而是出左手 兄弟你明明有拿一隻武器 為什麼你要用空手打人 所以右手可能是下虎人用的 那為什麼不會揮右邊了呢 因為你現在Miro已經勾起來了 所以整個動畫變成用左手去揮擊 而且你看腳的位置 腳的位置現在會有一點 好像迷中拳 林波微步 突然在地上滑 Michael Jackson 月熊漫步又來了 所以呢 光轉一個Miro是不夠的 我們要三段全部上勾Miro 三段全部上勾Miro 那麼如此一來呢 整個動畫三段會全部用左手完成 現在真的變 現在真的是有刀不用 拿手來打 OK 好 所以大家就學到一件事情 很直覺的 你直接把這個State裡面的Miro值勾起來 你就可以把它切換成左手動畫 那有人就問 欸老師那我要怎麼用這個 用程式碼來控制它呢 呃 我這個 上勾之後我 程式碼可以調整它嗎 可以的 來我教你 有沒有看到右邊有個parameter 我們現在不要勾Miro 我們勾右邊的parameter 所以你就看到 欸我這個 呃 這是沒有的喔 右邊這邊勾起來之後 左邊就可以選一個狀態器的參數 那麼 它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這個參數來調變它 你下拉這個選框 你將發現 欸為什麼只有Xground這個參數可以調變它呢 我們回來看一看 喔 原因是因為 只有Xground 是不我形態 是不靈形態的一個參數變量 所以呢 在這裡 其他人都是一些 Continuous的值 是連續的值 要嘛就是Trigger 這種狀況是沒辦法 跟Miro狀況吻合的 我們Miro很明顯就是需要一個布林二元值 如果不是真就是wait 這樣子才可以調變 所以我們再回來選一選看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就直接加一個新的布林變量布喔 我們把它取名叫Miro MIROR OR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把三個狀態 通通 Miro到 同名同姓的Miro變量上面去喔 那麼如此以來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調變 控制器的Miro Miro布林參數 來控制現在到底是打左邊還是打右邊 好 你看現在Miro是消鉤的 好 我們再把Miro上鉤 然後再做一次攻擊 現在就變 左手揮擊了 這樣看得到嗎 好 我們再把Miro消鉤 回來 我們現在就變回右手攻擊了 所以未來你將可以很輕鬆的透過這個Miro的 布林變量來控制你現在攻擊動畫要撥哪一組 所以未來你就可以實現 兩手的武器系統了 是這樣的喔 那由於我們今天還沒有能夠套接上 左手右手攻擊的這個Player Input 在這邊 我們目前Player Input是沒有對搖桿做的 所以下次呢 請大家準備一下你的手柄 準備一下你的手柄搖桿 那我的手柄搖桿 我是用PS4 USB兼容的 具體來說應該PS3 就收USB Joystick 怎麼拼成這樣子 真的亂七八糟 好 那我是用USB兼容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搖桿喔 這非常非常便宜 它是PS3 DewShark 3的 算山寨版嗎 算自盡版 所以價格應該是還好 應該是 拋寶上面可以找到 沒有到這樣一個櫃 我聽說好像DewShark 3 本身是不支援真正的USB應用 所以這都是廠家 額外發佛心 然後去把它做成電腦可以用的 不然原來這個搖桿好像似乎只能在PS3上面玩 如果有錯請大家指針喔 我們現在直接看我們就把它改成搖桿可以用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